歡迎收看十全十美 廚房好咩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就知道 李仁呢 是個料理的新手 唯一勉強能夠秀的技術就是 打顆蛋 那蛋呢 可以說是我們生活中的好朋友啦 如果你早上起床肚子餓 煎個荷包蛋加個吐司就可以吃了 中午呢來個番茄炒蛋 宵夜泡麵的時候也要加顆蛋 這個是我最拿手的料理 那麼今天在節目當中呢 就要教大家用蛋來做一道這個 在餐廳你也可以吃得到 而且很家常可以拿出來艷克的好料理 我們先歡迎梅仙老師 今天好呢 上菜要為大家介紹芙蓉海鮮粥 主要的食材有 蛋四個 蝦仁四兩 魷魚一條 蚵仔四兩 毛豆仁兩大匙 胡蘿蔔丁兩大匙 蔥一隻 調味料要準備 蠔油一大匙 醬油一小匙 鹽三分之一小匙 胡蘿蝦粉四分之一小匙 胡蘿一小匙 胡蘿一小匙 胡蘿海鮮粥 胡蘿蔔一小匙 胡蘿海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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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對蛋那麼有講究的話 那就全交個言 不是講究 是我只會打蛋 來 我們今天是用蛋來打底 來打底 弄好了以後 我們就直接來蒸 很簡單 你的手法就不一樣了 你的手大 好 來 四個 我們今天要把它蒸成 像一個芙蓉的感覺 就是說讓它很滑 在這個裡面 我們加入少許的酒 好 OK 加酒 然後加鹽 加一點鹽 嗯 加點鹽 我們這道料理算是中式的蒸蛋 可不可以這樣講 不能說中式的蒸蛋 假如說我們這個菜叫蒸蛋的話 我們這個菜就賣不出價錢了 你說對不對 對 沒錯 這個取名字 跟你要害死那個人就是一樣的 是 是 對嘛 誰說這個是中式的蒸蛋 亂說 這是胡蓉海鮮蔥 對 胡蓉海鮮蔥 那可是我們現在呢 這個打蛋打散了以後 我們就要來加水 為什麼要用有溫度的水 這個就是問得很好 假如說我們今天用冷水 來蒸蛋的話 放入蒸籠裡面 它時間就拉長 它時間一拉長 蛋就會穿孔 就沒有表面很漂亮的感覺 假如說我們今天用溫水 來跟蛋一起來打製作的話 一起來製作 它相對的時間就會簡單 蛋的一種感覺就比較漂亮 比較平衡 所以時間的關係 漂不漂亮還沒做完整 我還不敢講 對 好 我們這個不要很用力 就是這樣子打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加水 我們四個蛋 四個蛋 加兩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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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很多人就會說 你放滾水就好 再滾 亂免煮 對 熱的水 然後就熄了 對 變淡花湯 對 變淡花湯 對不對 我們用略帶點溫度的水 對… 不要太熱 我們略帶溫度 來 拉拉 兩杯 拉開 拉開 對 這樣差不多 兩杯還不到 兩杯還不到 可以 可以囉 對 就給它倒進來 倒到這邊 那我們仔細的話就要過濾 是不是 用那個 OK 好 這個不要帶下去 我們就用那個筛子 筷子給我一下 就給它 給它過濾一下 要不然的話 我們就在這邊 就給它泡泡打掉 把泡泡打掉 把泡泡打掉 尤其中間 中間給它打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它有泡泡太多的話 泡泡打到它平 光面不平 它平面 泡泡打掉 不放掉 都放掉 就是過篩 我們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給它過篩 你過篩以後就可以了 這個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就是教你製作 這個蒸蛋的方法 其實它沒有任何的訣竅 因為我們今天 要把這些東西 覆蓋在它的上面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這樣 沒關係 你不能說沒有任何的訣竅 像我這種料理白癡 其實 還是要有一點小技巧 第一個是火候 火候 然後再來水 對 剛剛我們講到這溫水最好 也不能用太燙 用太燙就變蛋花湯 再來就是水跟蛋的比例 剛剛我們是四顆蛋 加一碗半的水 一碗半多一點點的水 一碗半多一點點的水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說我們連蛋 連水 就是剛剛是 半個 一個蛋就半杯水 半杯水 就是說 我們在吃飯飯碗的時候 一個蛋連水連蛋 八分碗 八分碗 然後蛋倒過來的時候最好能夠塞一下 對 你用塞子塞一塞就很保險 對不對 小心喔 沒關係 無所謂 這個無所謂 OK好 我把火打開 就讓它蒸 就讓它蒸 在這個時候蒸的時候 我們下面蒸水一定要寬 什麼意思寬 寬就是說要多一點 水要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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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毛豆 過燙燙好 過燙燙好 胡蘿蔔 胡蘿蔔 也先燙過 燙過了 那我們把這個蔥呢 我們就給它丟下去 好 然後這個是一條套丘 套丘 套丘 套丘呢 我們也不希望它切花 我們就跟切了毛豆一樣 跟這個筍丁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大小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給它增加它的鮮度 來 把它切成小丁 丁狀 那蝦仁呢 你也可以切丁 可是我覺得我們就不給它切 不切 不切 吃幾碗 我先來就燙 就燙 就直接下去燙 我們拿酒給它放一點 酒 燙酒 沖下去 就這樣 OK 所以我們在製作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這個讓它蒸 我們來做這個 時間就相對的減少 相對的減少 好 聽說吃毛豆 對大腦很好 也能夠改善便秘促進食慾 真的嗎 吃毛豆 多吃點毛豆 這個是寫文章的人寫的 是不是 其實吃任何的東西 只要平均很均衡的去吃 均衡的 毛豆 毛豆是什麼東西 毛豆不是那個就是那個 豆夾嗎 對 豆夾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你猜猜看 這個就叫學問的人去講 豆夾 對 你是什麼東西的意思是 它是什麼 它是豆夾 對啊 那它是就是 不然它是什麼 不然它是什麼 你問倒我了 對 問倒你了 我還問倒所有有學問的人 好 我們先把它燙好 那現在就來燙這個生蠔 我讓它水開 在水開的時候 我們就來講毛豆 對 工程要講說你到底講不佳 對 我還是要講 因為我覺得我有責任來講 有的時候我們就看了很多東西 就它不知道在講什麼 我們搞不清楚 其實毛豆它營養價值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 它除了葉綠素以外 它的纖維質也是非常強 它對我們的人體 每一個部分都好 不是說對一個東西 對頭腦好 可是我們反過來講 毛豆它的祖先是誰 它的毛豆的祖先就是黃豆 我們黃豆 毛豆老了以後就變成黃豆 所以我們毛豆出產於我們中國東北的 東北 東北 是黃豆的發源地 是黃豆的發源地 當美國西部有很多的黃豆來的時候 是我們中國人把種子傳過去的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告訴我們下一代 黃豆是產於中國的 你看你就上了一課 對 食材的這個淵源 我想只有梅仙老師可以跟我們解釋得這麼清楚 這個 我們這個生蠔也是一樣燙 所以我們剛剛說毛豆 毛豆的祖先就是黃豆 一定要記住 各位 這個稍微燙一下就好 把它粘糊糊的東西把它燙熟 OK 這樣就熟了 燙一下就好了 燙一下就好了 因為待會兒我們還是要 等一下還要過炒 還要再 過炒 好 還要再炒 不是 等一下我們在會根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到它 好 等一下 肉當 可以吧 可以 等一下 可以 面前 好 是因為您這道的料理名字叫 芙蓉海鮮莊 所以我們都是加海鮮的料理 那可以加其他的 可以啊 你肉丁 雞丁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對 你可以加角白筍啊 或者綠竹筍丁啊 或者芹菜末啊 你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哇 我們剛剛放下去到現在 大概五分 五 六分鐘時間 熟了 熟了 你看 你去搓搓看 好了 搓中間 搓中間 我們下面像布丁一樣 就給它這樣子 已經熟了 已經熟了 我們去把它關 這樣 那各位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四個蛋 加入兩碗不到的水 我們蒸八分鐘時間 就足足有餘 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先把它下去了 這剛剛沒燙過對不對 剛剛沒燙 沒燙先讓它下 我們還是要有酒 最好來紹興是最好的 妳的最愛 紹興酒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這些胡蘿蔔 下去 下去 好 我們就來加 來 加點酒 對 小心 香啊 香 它完全感覺不一樣 OK 好 來加水 加水 再加一點點水 好 我們 這整個攝影盆都香起來了 醉了 不會 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加入蠔油 海鮮類的東西 我們今天是搭配一些蠔油來做 其實 其實蠔油加了以後 蠔油的顏色 蠔油 女人 你可以看一下 它不夠 它不夠顏色 它等一下浮在任何的一個浮面上的時候 它的顏色撐不出來 那我們就撒少許的醬油 醬油 那這個顏色就出來了 菠色就出來了 好 我們加了這麼多的醬之類的東西 我們的鹽就少加一點 加一點點的胡椒粉 OK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就拿水 給它調成 調好 它開了以後 我們把剛剛過燙的蝦仁 就下去 毛豆 毛豆 下去 這個順序 沒關係 沒關係 看誰比較深 誰就先下 誰怕熱 就隨後下 下這個好 是怕熱 那我們就晚一點下 好 晚一點下 我們先可以夠芡 當它開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封成芡汁 是因為您這道的料理名字 叫土龍海鮮裝 所以我們都是加海鮮的料 那可以加其他的 可以啊 你肉丁 雞丁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對 你可以加角白筍啊 或者綠竹筍丁啊 或者芹菜末啊 你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夠了 芡粉 好 就差那麼一口氣 OK 這樣很好啦 漂亮 好 把生蠔下去 下去 好 淋上香油 香油 全部都上 最後呢 撒上蔥花 那我就把火灌掉 好 我們先來把它起鍋 我要先把它起起來 我夾著它 好 有 可以嗎 可以吧 你走開喔 來了 好 我們就把這些做好的 淋在上面 你看 這個蛋還有彈性耶 嗯 多好 所以我們蛋蒸多久時間 我們再烤一次看看 五六分鐘而已 差不多對不對 對 四個蛋 四個蛋 然後加快兩杯的水 不到兩杯 對 然後加點酒 對 加點鹽 加點鹽巴 對 然後我們去蒸 蒸五到六分鐘 蒸差不多啊 對 假如我們今天用茶碗蒸來蒸了嘛 那六分鐘的時間是不夠的 差不多要加到八分到十分 為什麼 它比較深 它比較深 那我們這個麵就比較滑 所以剛剛您用 我們用筷子這樣去試 就是試它的熟度 可以的話就差不多了 也不要太過 對 我們去試的感覺 李仁你會有一種感覺 你刺下去的時候 它很有彈性 然後當你筷子拔起來的時候 它的蛋汁沒有跟著你筷子起來 只要今天蛋汁跟著你筷子起來 那卻裡面還沒熟 你今天蛋汁下去 你就起來之後它沒有感覺 OK 那就OK啦 非常棒 我們先來試試給到 芙蓉海鮮中 來 你先 我先 你很會做蛋嘛 對不對 我太太很會蒸蛋 你看我們的蛋 很漂亮 QQQ QQ 我想說這個我們就可以分工合作 它蒸蛋 我來炒上面的料 對 家庭就是這樣 這蛋好爽口 滑嫩 蛋每個人都會蒸 可是說你的比率抓對了以後 我們以前記得老一輩的 我們阿嬤在的 一顆阿嫩 以前都拿阿嫩 放一碗水 你吃 炒起來 這樣不不不不 水 稍微兩腳貴 這個蛋比例真的很好 謝謝 很滑嫩 然後 而且它水分不會流失掉 不會 這個就是 我在做布丁的時候它的比率 做布丁的比率是這樣 蛋布丁的比率 我們再來重複一次 四顆蛋加將近兩碗的水 加點鹽加點酒 打勻之後下去蒸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蒸大概五到六分鐘 鍋蓋翻開看一下熟了 火翻掉讓它燜 對 就這樣就好 為什麼要讓它燜 我們在等我們的炒料 只要你炒好了就不要燜 就不要燜 但是我們不能蒸太久 對 蒸太久會穿孔 會穿孔 對 然後那個滑順感就沒有那麼好 就沒有了 這個不錯啊 很簡單 對啊 而且分工合作 你會炒你就來炒 你會蒸蛋你就來蒸當 大家夫妻在家沒事找事做 好不好 謝謝梅仙老師 不會 煮一大匙的鹽 拌勻入鍋蒸5到10分鐘 然後煮一鍋開水 入蔥還有酒 汆燙蝦仁丁 先刻 撈出費用 以油一大匙爆香魷魚丁 紅蘿蔔丁 入水 蠔油 醬油 鹽巴調味 燒開後入蝦仁 毛豆 並且勾芡 再入香油 還有蔥花提味 蒸蛋蒸熟後 取出 將炒好的配料淋在蛋麵上 就完成了這道芙蓉海鮮中了 以前在這個地方 鍋炸了那裡 進去起飛之後 這個地方就沒有人要吃 但是現在反過來了 這邊的皮膠質多 再來最重要是 豬頸肉的這個地方 它加了一層是 現在最流行的叫做什麼 六兩肉松板豬肉 松板豬肉 對 在很多台灣的小吃當中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半以上的小吃 是從台南發展出來的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 一輔二路三猛甲 所以呢 可以說是台南是我們台灣省 最早開發的這個城市 那有非常深遠的人文 人文的這個氣息 那有群居的生活呢 就有飲食文化 今天呢 就來教大家這一道 非常道地的台南小吃 而且啊 上次這個王建民回來台灣的時候 說他也非常懷念 非常想吃這一道料理 我們先歡迎阿芳老師 今天好沒台灣味 要為大家介紹台南米糕 主要的食材有 腸糯米一斤 豬頸肉一斤 醬油三分之二碗 油蔥酥三分之一碗 硬油四分之一杯 水四碗 水煮鴨蛋適量 熟的花生一碗 魚松適量 小黃瓜三條 白糖三大匙 白胡椒少許 還有白醋三大匙 以上就是台南米糕所準備的食材 謝謝你對台南這麼稱讚 你台南人 對 難怪你 最愛吃 最愛吃 對 今天我們要來做米糕 真的啊 王建民愛吃米糕 以前沒有說 因為我沒用到都沒看 真的 是啊 連我嫁到台北十幾年了 就是懷念那一碗米糕 米糕有 還是有分對不對 有 中部也有米糕 有啊 台中也有米糕 重點米糕 對啊 跟台南米糕有什麼分別 台南米糕是白的糯米飯 那最經典的就是那一鍋 這是 媽媽你煮很多飯都不夠的肉燥 肉燥 因為台南的肉燥是真的 我們台北叫木肉燥 對不對 那台南它叫肉燥 而且台南的肉燥有分 分手工肉燥 機器肉燥 還有分這麼多 對 做出來的口感跟味道 用途也不一樣 用途也不一樣 對 也不一樣 那米糕用的就是最經典 最愛吃的東西 就是那個手工肉燥 那你有那鍋肉燥 你這樣會拿捏那個糯米飯 很讚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什麼 我們台灣其他地方也有米糕 對 譬如說台東跟台南的米糕 不知道怎麼會有變 台南的米糕是煮米白色的 這樣會是比較嚼勁起來 那台中的湯米糕 是把那個味道 和在一起之後 放在那個桶 那個杯子 裡面全部去蒸熟 扣出來的味道通通和在一起了 它的口感就不一樣 比較軟心 比較軟 那我們台北就吃油飯 油飯 對… 對不對 油飯你看到就是醬油色 可是做法它有不一樣 好 來 我們開始 來 那我們說B哥 我們一碗米糕小小 它拿起來 成品就是這樣一碗 可是你等會兒 你可以看到我準備在這邊的料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說 唉唷 這樣這麼麻煩 這麼多東西 可是我今天你學起來 不管飯 還有上面的肉燥 甚至我現在要放在這上面 還有一個 就是解膩的小黃瓜 你把它單學起來 都可以分別 平常你的日常生活的飲食 都可以單獨來用 不一定說一定是做米糕 小黃瓜到底是要還要用過 那我們一般就是說 你一定想說 老師這樣比較要來吃 比較會煮的對不對 我們呢 在家裡面媽媽煙泡菜 就是習慣把小黃瓜什麼菜 反正說二話不說 就是切切的後悶 烤不烤的後悶 就是拿鹽巴先把它弄軟 對不對 讓它先吐水 對不對 可是台南這個米糕呢 它就很特別 它配了這個小黃瓜 你不用先吐鹽水 因為等你都吐鹽水的話 那個小黃瓜的綠 還有小黃瓜它很濃的 那個小黃瓜味 就都沒了 那我們今天小黃瓜要再特別 處理過嗎 直接不用 我直接就是來醃 而且會很好記 李倫你現在看我切幾條 兩條嘛 兩條 那我今天的小黃瓜也沒有特別大 也沒有特別小 就是跟我們平常看到的差不多 好 就是一條黃瓜 我們今天的兩個一個調味料的 計算方式 你就記得一條黃 一條黃瓜 我們就一匙糖 一匙醋 對 一匙糖 一匙醋 一匙醋 就這樣子 其他什麼都不用了 就這樣就好 要記嗎 要放多久 蛤 15分鐘左右就好了 對 就會入味 所以你在切的時候 你不能切那種拍打的 因為這個是解膩的東西 那多了它放在米飯上面的味道 就會不一樣 就是太濃了 那薄薄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放了 你可以看到 我放 兩條的黃瓜 對 我們就放兩條的這個糖 好 你可以看到 好 然後白醋 白醋 對 那其實媽媽以前放鹽巴的一個目的 其實也是要讓它軟化 但是其實有糖跟醋都有 唇佳西芙跟周圍露在旁邊 好 那這樣子你可以看到 在裡面你給我一箱底 我們把它拌一拌 拌拌的就好 對 拌一拌 不用去揉它 不用 拌一拌就好 對 預備 15分鐘後 待會兒我們東西煮好的時候 這個一定就OK了 而且它的綠度就會很綠 一條黃瓜 一匙糖 一匙白醋 很好吃 好 所以現在你如果拿起來吃 很酸 糖還有顆粒 它味道還融合不在一起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等會 等十幾分鐘後 它們全部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黃瓜有生味 對不對 然後很甜 很酸 就是不融合 吃到醋的味道都分開了 好 就讓它給它時間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一下 今天我有兩個東西要介紹 就是除了上面的這個派頭之外 黃瓜就是派頭 派頭 對 結空氣的就對了 那再來就是肉燥 肉燥 對 肉燥跟糯米 那這個肉燥因為它要煸的時間 比較長 我先把它下鍋 那我先給大家看 台南的這個肉燥跟比較講究 就是說它有聞那個機器的就是咖啡 就是沒有蓋皮 就是絞肉 絞碎的 那用來澆帶什麼 搭麵 洋春麵 但是這種就是說台北也有那種 專門的滷肉飯店 烤肉 這樣吃起來稍微小塊小塊 小丁小 小丁這樣子 肥肉跟瘦肉都有 對 它會有帶皮 那用的是什麼 最正統的是用這個 這套肉 豬頸肉 對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豬 脖子都胖胖的嘛 然後沒有凍嘛 然後就是很肥 然後皮很厚啊 那它的膠質就很黏 然後問題是以前在這個地方 古早的那種進去起飛之後 這個地方就沒有人要吃 但是現在反過來了 這邊的皮膠質多 再來最重要是豬頸肉的這個地方 它加了一層是現在最流行的 叫做什麼 六兩肉 鬆板豬肉 鬆板豬肉 沒有太歡呼 我不會賣到這裡 對 所以你要跟它講的話 它就幫你留 然後呢 你要在家裡面 我建議你稍微去冰一下之後 它才會好切 對 它才會好切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 你可以看到今天那一碗 是我就這樣子用手 慢慢切 冰過了之後它會比較好切 因為為什麼 冰過它的油的地方 會動 它變成不會那麼滑膩 那你就會很好切 不會滑刀 還有切的時候 盡量碰只有一手碰 這一手拿刀的地方 千萬不要去摸這個油 那你這樣拿刀子會滾 這個是一個技巧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把它切好 好 然後呢 放到鍋子裡面 滾咧 來 就直接我們現在呢 很多人看到這鍋子的這碗肉 我怕死說 哎唷啊 全部 它這不是比較下去滾 先炒掉 你可以看到 你視覺看到 因為那個六兩肉夾在這裡面 它那個肉也是雙醬的肉 看起來是粉中帶白 就是有花花的 然後那個肥肉是直接看到的皮 你看到說 哇 吃這個皮三個月 那你已經在移會穿 對 這個就是台南肉造經典的地方 做到讓你 油而不膩 油而不膩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透過加熱的工序 然後呢 要把這些豬油 從這一塊肉的質體上面 把它全部逼出來 逼出來 然後只拿那個泡子 然後去燉肉造 去燉肉造 那油是不是全部拿掉了 然後那個醬泡子到時候吃 那個醬汁醬 全部又吸得飽滿 可是你吃到嘴巴的時候 它好軟 然後油 這油 很有膠質 它雖然是肥的 但是不是不膩 就沒有油脂 那那些油咧 我們可以留下來 拿起來留起來啊 剛剛我們工作同仁說 醬油如果比較好 就叫一個醬油 叫飯 對 就很好吃了 好 那我們在這邊 放在這裡給它拌 那有一點要小心的就是 這個肉培 等油出來之後 有一段過度時期就是 它有油又有水的時候 它會爆 那爆的話我在家裡面 我通常會用蓋子 可是你不要全部把它蓋滿 因為蓋滿會有水蒸氣 那油水蒸氣又回到油更危險 蓋恰恰 你人站在哪邊 那個蓋子就寫在哪一邊 讓它往另外一邊 來 來 就像這樣子 那因為你如果 我們站這邊 你站這邊啦 我比較不怕啦 所以沒關係啦 這樣啦 這樣好不好 這樣 就是等於這樣子 反正就 你就不用怕它 用5.16也是一樣 就直接丟下去 對… 就讓它去拌 接下來呢 再來就是 糯米 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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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蒸的嘛對不對 欸 厲害喔 它比較鴻的對不對 是 我們鴻的要做什麼 鴻的喔 鴻的做米糕 也是米糕 但是什麼 不是 是豬米糕 裡面有桂圓肉 甜的 甜的那種 然後桂泥煮八寶飯 八寶飯 然後煮那個湖州粽子 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兩個特色不一樣 因為平面比較Q 圓的比較軟 糯一點 它的糯性比較Q做麻糬 那這個它它就是Q 但是它比較粘心 就是腸糯米的特性 好 那這個就是腸糯米 像我今天這樣子是還沒有泡過水的糯米 它要煮的話 你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遵照苦法 把它洗乾淨 洗過之後 浸 泡著 讓水先進去 我們煮飯的時候過程是不是這樣子 像讓水先過去 然後你一個碗給我 那個碗給我 好 我把這一些水 然後呢 讓它泡多久 泡一個鐘頭以上 泡一個鐘頭 有啊 就是我們米要煮熟是不是 給它水 還給它溫度 對不對 然後怎麼煮呢 你說傳統的古法它們是怎麼煮 來 用洋森來蒸 那洋森現在很… 什麼叫洋森 蒸籠 蒸籠 對不對 蒸籠 然後我現在這個洋森 是不是它就是 可以放進來 好 你下去蒸 來 我放過來了 好 水這樣可以倒滿了 好 拿過來 直接放進來蒸了 好 好 那 呃 來 李仁 煮飯的原理就是說 把生的白米 你給它水跟溫度 那我們以這種方式 先浸泡的方式 然後會用水下去蒸 給它溫度 它是不是騰空 要泡到一個小時 因為你要讓它吃透水啊 所以大概要這個時間 對 它才吃得進去 對 要吃 甚至阿嬤要飽餐啊 用冷水就好了 用冷水就好了 對 用冷水 然後去泡 然後你要讓它快一點熟的話 來 換一個氣氛 對 它氣會給它鼻孔 它會呼吸 那一般像這樣子 15分鐘它會熟 15分鐘就可以熟 15分鐘就可以熟 另外一種方法 好 那現代人你覺得 最簡單的是什麼 電鍋 蛤 電鍋 對嗎 對 用電鍋也可以 是啊 電鍋的話 我們也是先泡一個小時 就不用 不用泡 因為如果電鍋 它煮的時候 你洗完白米 你煮家裡的白飯 洗完白米 你是不是 一口米 一口水 一口水 這樣下去煮 那水跟浸在那裡 跟飯煮熟 它的水是剛才水到達了 對 媽媽就跟我們說 一口米煮一口水 可是我們剛剛你剛剛講說 糯米比較難煮 水比較多 可是我就講煮出來不太多 它不吸水 它不吸水 對 所以今天我要給大家的一個比例 如果你要用在家裡面 電鍋 電鍋裡面 用在電鍋裡面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量這個比例 這就是你用量米杯量好 看你要煮幾杯都沒有關係 這個糯米的煮法你學起來 你以後煮油飯什麼都可以派得上用場 一口米 六分水 所謂的六分就是 我們的杯子上面刻度會有六 對 如果你要煮 一杯米就是大概六分滿的水 對 那我們今天一斤 我們量出來這邊正面五杯 你剩0.6 是多少水 五杯 五杯剩0.6 三杯 三杯滿的水 對 就是你洗乾淨 不用讓它先泡 因為如果你泡了 如果它吸了水你就沒辦法量水 你這樣加進去的話 它 它的那個水勢必是蓋不過糯米 會 還是會蓋過 會 還會蓋一點點 三杯已經高一點點 大概多處一顆米 來 下去吹 對 只抓了一處 外鍋 外鍋跟煮白飯一樣 一杯就好了 一杯一杯水就好了 對 然後我今天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米飯 你就是在家裡面五杯的話 我們用蒜的就是三杯的水 洗乾淨 水涼好 這個桃刀 菜市場有在賣的 以後有機會 我再教大家自己 我們怎麼在家裡面玩這個花生 給它擦擦在那裡 水面冰頭 這會更加熱 一起讓它去蒸 對 一起去蒸 讓兩個食材就一次就處理好 是啊 這麼小的湯匙才好斟酌那個量 可是這麼小的湯匙 是不是都Everyday就這樣 沒洗力就擦倒 進來就冷淀淀 越抹越黏 所以想要這麼小的勺子 可是就又沒有這麼長的腿 來 你可以看看 放一組起來 很漂亮 來 你可以看到 地利分明 你就把花生過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米飯 來 你可以看到 鑽薄 要不要拿個筷子 你可以吃一口看看 煮米有 跟米飯有一點特別的味道 吃香 吃香 特殊的一個香氣 也不糊 不糊 還要QQ 但是軟的 但是美麗就是分明的 就是記得一公米六分水 六分水 老闆你要煮比較多 你都會好自己算 要煮比較多 我覺得今天就學這個比例 好 那蓋起來 我們等會回來天 好吃喔 好 這個就是我們說今天 學糯米飯 你在家裡面有兩種方式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你在中途 像這樣子的阿嬤的一個蒸法 它可以開鍋 可是那個電鍋就不能開鍋 因為你生日煮飯 媽媽說要煮飯喔 你不可以開鍋 開鍋就要怎麼 手就把你弄下去 為什麼 因為那個水分的比例 就會糟糕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 是不是所有的比例 你都 這樣子算OK了 我自己個人呢 是如果在家 憑良心講 我還會爆到更乾 更乾 對 就是讓它更熱一點 然後我們 好不好 再冷一冷 它不怕再乾嘛 因為待會兒我們還是要去 因為它越乾 表示你的這個肉燥 它越沒有油脂 待會兒才可以吸更多的 調味的醬料 對… 因為現在人都怕油嘛 而且你這樣拼過 你告訴我拼得越乾 你那個 走出來的肉燥 它就越Q 然後那個膠質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那個皮 它會爆 好 就這樣子OK了 然後我現在把火關掉 把油瀝掉 對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 把它瀝過來 哇 小心有沒有打到你 有沒有打到你 還好 有沒有打到你 好 來… 好 來 好 那這個 就直接 我們把它盛出來 好 不用了 我不用再弄一個排 這樣就夠了 我直接就放到這個地方來 來滷了 我們現在就來放這個肉燥 就來滷肉燥 對… 對… 有力料 這就像古早的阿嬤在 這有豬油喔 對 豬油 我們很老耶 豬油拌拌 然後在家裡面拌麵線 都可以 好 那就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看到 那麼多份量的一個 這個肉 結果我們現在是很費工的 也沒有很費工 那這個滷的比例呢 就是今天的重點來了 今天很多人 就是覺得這個肉燥 其實它是非常實用的 那我這邊有一斤 一斤耶 五花肉 李仁 你的醬油 來 家裡面喔 每個人很難控制 每個人的品牌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 一個原則上 我覺得我已經試的是 一個所謂的黃金比例 沒有一定要什麼牌子的醬油 讓大家去做到 我覺得是OK的 這邊有四分之三杯的醬油 一斤的這個肉丁 然後我們配四分之三杯的醬油 四分之三杯 對 再來 水 水 我們要四杯 水要四杯啊 對 一斤的肉丁 然後配上四分之三杯醬油 加四杯的水 對 螺螺 我再試試 還要調味嗎 還要吧 還 等會 調味在重點 三 四 四 到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基礎 我們到這邊 一斤的肉丁 然後呢 這邊有四杯水 四分之三杯的醬油 三個醬油 這邊是三分之一碗不到半碗的 一個油蔥酥 油蔥酥 直接加進來 再來呢 以前 以前我都怎麼樣 我都放冰糖 為什麼 因為以前早上的醬油比較鹹 比較鹹 秘訣是去 切一朵那個甘蔗頭 開了 可是現在我發現 幾乎市面上所有買的醬油 都越來越甜 因為大家不喜歡吃鹹 那都冰得比較鹹 但是這個滷的話 可以用低鹽醬油 不可以 不要 就用正統醬油 所以現在連我 都把這個冰糖 收起來 我改放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印油 你知道印油嗎 我們的醬油是 黃豆做的 印油是黑豆做的 黑豆醬油 對 黑豆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四分之三杯的醬油 補印油 剛才補四分之一 所以就不用再加糖 對 不加糖 因為你用現在的醬油滷出來的那個味道 是不夠的 一輕的肉 四分之三杯的醬油 加上 四分之一杯的硬油 硬油 然後油蔥酥 下去讓它滷 對 就這樣子讓它滷 然後呢 我自己個人的偏好 加滷蛋 對 而且我的滷蛋還是鴨蛋 喔 我自己喔 真的滷肉燥 你一要配的就是 一定要配鴨蛋 鴨蛋喔 如果沒有配鴨蛋那個露出來 那個... 鴨蛋吃起來 我怎麼沒吃到鴨蛋 鹹鴨蛋會吃起來 你看看 然後這樣子蓋起來 它就可以 等於說讓它煮 煮差不多 滾了之後轉小火 四十分鐘 滾了轉小 四十分鐘 滾個四十分鐘 對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這邊的糯米喔 你看 喔 你看看 很快喔 熟了 然後你看喔 來 李仁你剛剛有吃到 然後你從視覺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子的糯米 它是不是比較硬 就是一隻一隻的那個 每電鍋的更分開 對 然後你在家裡面 因為我這個時間 泡的已經夠了 而且我開氣孔都很足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在很短的時間 已經都熟了 熟了 這個就是說 你自己訣竅 那如果你現在拿起來看 吃起來覺得它味道更重 你可以幫我試試看嗎 好 它會比較乾 會比較乾 會比較重心 熟了嗎 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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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就是說 你如果發現 還不夠透 還沒有到你要的頭感 在蒸 就是因為沒有水了 你只有溫度蒸在久都一樣 你要擦一下 擦一下 水 它會叫水氣 你溫度下了 它就那麼軟 這樣子你就知道怎麼去張 好 那我們的頭刀 然後我們今天就把狗子來吃 給它蒸 這樣子是不是 美麗糕的就是這樣 還有一鍋肉 還有一鍋 老師這一鍋是您事前已經燉了 40分鐘 燉40分鐘就好了 開了 滾了之後小火 你如果滷蛋要好吃 當天燉不會好吃 熟火它泡著 一個晚上它就自然的 這個滷蛋很正點 那個顏色 這個滷蛋你這樣滷多久 沒有啊 就是40分鐘就是下去一起 然後就熄火泡著 然後它一個晚上冷卻了之後 就是只要冷卻 不一定說要一個晚上 然後就是冷卻了之後 它就熱上把它冷縮 它就把味道吃進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 美人 你從這一鍋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油 沒有耶 沒有油 對 那做米糕它因為糯米 所以絕對不會太大大碗 為什麼 因為最小巧 因為那個肉汁又要翻拌 而且要熱的那個口感 不是因為成本問題嗎 不是啦 是真的小吃小吃 就很減輕 很減輕 所以身邊碗都是 看臉成心 一點點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 好 好 完 我去用電鍋那邊的 好 然後 你看完我弄一個 然後你再來 幾顆這個 土豆 土豆 然後呢小吃它最經典的就是很講究 胡椒因為燙燙 然後你要淋肉燥 你那個 淋肉燥之前 白胡椒 對 然後我們還來看肉燥 你都沒有覺得 我現在拿的這個很好玩嗎 對啊 你自己做的 對 這個是從我結婚 嫁到台北來 我就請我先生幫我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對 因為喔 這個我剛剛講 它是不是通通都是膠質 膠質會黏耶 對 你要加這個肉燥喔 它是不是 你如果要回我們 這麼小的湯匙 才好斟酌那個量 可是這麼小的湯匙 是不是都every day 就這樣 不小心就半倒 起來就黏皮皮 越抹越黏 所以想要這麼小的湯匙 可是就又沒有這麼長的腿 所以你到台南看 所有賣蛋仔麵啊什麼 都是用這種湯匙 就是用這樣子 因為不然你像這樣 放在那裡 就垃圾了 對 對 好 我來看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 一邊是蒸籠煮出來的糯米 一邊是電鍋煮出來的糯米 我們來試試看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肉汁 好 那在上面 我們放一點點的泥酥 哇 然後 貝仔你剛才有吃喔 入味啊 入味 好 然後就這樣子 客人 你要加滷蛋還是要加什麼 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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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兩隻 味道很夠 整個都很入味 很有地方特色 對 那是不是肉燥可以單用 糯米飯也學起來了 我們馬上來試試這個 蒸籠蒸的糯米 跟電鍋蒸出來的糯米 口感有什麼不一樣 好 我們來試試這一道最道地的台南小吃 台南米糕 來 來 吃碗碗 味道很香 味道很好 講不出話 真的很道地的台南口味 非常好吃 你拿筷子配一點小黃瓜 真的 它配小黃瓜一起吃 小黃瓜一個十五分鐘而已 那清脆度又夠 可是味道很香 然後是不是濾到 吃個這個 等等 來 我跟你講我今天放了兩顆 雞蛋 我覺得你咬到那個就是雞蛋 這是雞蛋 為什麼 雞蛋 比較短 雞蛋比較短 你用筷子搓搓這個吃吃看 真的 我先來吃吃這個 蒸籠 蒸籠做的那個 米星 更有咬勁 更有咬勁 更有嚼勁 這個蒸籠做的 做生意的話要用蒸籠蒸 在家用電鍋 對 很簡單啊 很簡單 你其實拿筷子搓 你吃這個滷蛋 真的 吃這個滷鴨蛋 對 對啦 我小時候都這樣子來 就脫掉了 還要再吃 鴨蛋加一個味 好吃嗎 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泡在這種 就是最正統的肉燥 味道整個都進去了 你是台南人 謝謝阿芳老師 今天教我們這麼 食用又好吃的一道台灣料理 謝謝 用一般煮飯的方式煮熟 然後再燜個十分鐘備用 五花肉切丁 放入炒鍋中加熱 蓋上鍋蓋煸出油 關火後沥出油 留下五花肉丁 接著加入醬油 四碗的水 油蔥酥 冰糖 印油 水煮的鴨蛋 端裹成手工肉燥 食用時 取木米飯成碗 加上少許的花生 撒上胡椒粉 然後淋上肉燥 搭配上魚松 還有糖醋黃瓜 而且還可以隨意的添加 滷鴨蛋 就完成了這道好吃的 台南米糕 見到我們